大家好,我是老默 有朋友说自己总是蒸不好花卷 每次蒸都出问题 今天就分享一个烤花卷 做法非常简单 选用的面粉是中筋粉 咱们准备半斤,250克 白糖放3克 温水准备165克 酵母放3克 酵母用温水化开 这样和面更匀 做花卷关键要注意好和面的水量 水量偏少的话 咱们做出来之后扭的时候不好扭容易断 所以偏软一点 咱们后面扭的时候效果会更好 这块面咱们就和的差不多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像这种状态 一定要继续揉 把表面给它揉的光滑一点 至少不能让它表面有干粉块存在 到这里和面的部分就算完成 咱们接下来就只发酵了 前面大家只需要注意好 水量一定要合适 不能太少 然后这块面发好之后 还是跟咱们平常发面一样 要看一下里面的蜂窝 是不是够多 够细腻 同时这块面也会变得更软 咱们在拿起来的时候很容易粘手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状态 咱们轻轻地去拉扯就能拉开 像这个状态做花卷就非常合适 也非常轻松 然后揉面 大家需要注意好 撒干粉的量不要过多 撒干粉的量 只要不影响面团的总体硬度 就是可以的 揉光之后 咱们直接像这样压扁 然后从一头给它卷起来 这样咱们就省点力把它搓圆 最后这个面头就给它放在下面 咱们就像平时做饼一样 然后压扁 这样它就是一个圆的 接着就可以用擀面杖来擀制了 擀的时候呢 尽量给它擀成长条形 擀成这样的长条形 咱们后面再卷的时候呢 就长短一致 圆的就不行了 然后像咱们平时做花卷一样 上面抹上油 不过大家要注意 在抹油的时候 这个量呢 千万不要过多 过多的话 咱们扭花卷的时候捏不上 接着加上盐 咱们做个简单的调味 大家喜欢什么口味也可以放 但是要注意 千万不要放葱 咱们今天这个做法不适合放 最后一步 把面卷起来 卷的时候呢 可以稍微紧一点 卷到最后 咱们要把这个地方拉伸一下 尽量让它保持平行 这样卷好之后 整体效果就会比较好 然后呢 咱们直接像这样给它拍扁 卷好的条 把两头多余的部分去掉一点 直齐面 然后咱们分成 大概两指宽的面条 太宽了 咱们不好做造型 然后咱们把两块落到一起 用一根筷子 从中间 用力的给它压下去 其实就跟咱们做油条一样 炸的时候不分开 咱们这样烤的时候呢 它也不会分开 然后做的时候 这个手法也比较简单 咱们直接捏住两头 然后逆时针转一圈 反过来 把下面捏住 这样一个花卷就OK了 咱们也可以稍微拉伸一下 然后再给它拧一下 像拧麻花一样 拧过来之后 把下面捏住 其实手法一点也不难 大家一看就能学会 这样咱们花卷就做好了 接下来是二次发酵 还是要盖好防止风干 同时也能锁住温度 这样有利于更快的去发酵完成 大家看咱们花卷已经发酵好了 整体变大 然后呢 它的花已经开了 像这个时候就可以了 然后咱们提前把烤箱预热 预热的温度呢 是190度 温度不要过高 放入花卷之后 还是180度 烤制时间20分钟 如果有一条大家需要注意 个体不同 烤的时间也不一样 如果个体偏大 咱们尽量把火调低一点 多烤一些时间 这样才能烤透 自己在家做的时候 第一要注意好 活面的软度 第二就是烤制的火力 要根据大小来决定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呢 也别忘了帮我们点个关注 下期视频 再见